二狗 阿佛 你啊 别送了 我这出去啊 一走 不知道多久回来 你看你 腿脚又不方便 就别送我了 回家歇着去吧 阿佛 你这出去啊 照顾好自己 我呢 腿脚不方便 就不送你了 你自己在路上小心点 行了行了 我自己啊 会小心的 你看 你这腿脚不方便 你啊 回去吧 我就先走了 到时候我挣了钱 第一时间会给你寄过来的 我走了 阿佛 路上小心了 阿佛 又走了 也不知道 啥时候能回来 这么大的家 就剩我一个人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儿子 妈来看看你 我进来 怎么没有见阿福 阿福上哪里去了 妈 阿福 出去打工去了 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什么 出去打工了 你怎么能让他出去打工呢 儿子 妈 这阿福非要出去打工 我能 我也拦不住他呀 再说了 阿福说了 他说 挣了钱之后 会给我寄过来的 话虽这样说 他这一走啊 不知道 还能回来不能回来 你呀 怎么能让他出去呢 这孩子 你让他出去 你一个人 你看你的腿 还残肺 走路也不方便 要是洗衣服 做饭什么的 你一个人怎么办呀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虽然说腿有点不方便 但是阿福对我挺好的 再说了 妈 现在家里挺方便的 不是有洗衣机吗 也不用我自己洗 挺方便的 如果 阿福想不想跟我窝 早就想跟我离婚了 二狗啊 这舒芬啊 不是这样的人 妈就放心了 你看 你一个人在家里 妈呀 实在是不放心 你有什么衣服没有啊 妈呀 去给你洗 在家里啊 没什么可洗的 都洗过了 洗过了 儿子 那妈呢 给你去做顿好吃的 你在这里歇着啊 妈去给你做饭 行吗 二狗 我回来了 阿福 你怎么回来了 阿福 你回来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让我好去听你啊 我啊 自己坐车回来就可以了 阿福 虽说我这腿瘸了 但是 还能走路呀 你看你这出去都半年了 吃的苦不少吧 我啊 没吃什么苦 对了 二狗 你看 我坐了一天车 我也累了 等一下 我去洗澡 就先睡了 你啊 就在客厅睡吧 阿福 咱们都接规这么多年了 你怎么让我在沙发上睡啊 二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坐了一天车 太累了 你就在沙发上 将就一晚上吧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 洗洗去睡了 这你阿福怎么回事啊 刚刚跟我飞餐半年多 就让我睡沙发 怎么回事啊 我去看看 这你阿福 行啊 这是你的东西 你呀 就在外面睡吧 这阿福怎么回事啊 非得让我在沙发上穴睡 这出去半年多 怎么变了个人世的 吓死我了 谁做的噩梦呀 阿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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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阿福怎么回事啊 都回来半个多月了 怎么还是要跟我分开睡啊 我看看去 我看看去 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福 阿福 你那么早起来了 我一晚上都没睡 一晚上都没睡 你不舒服吗 为什么一晚上没睡 阿福 你老实告诉我 你背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 什么背上的伤啊 你在说什么 我都不知道 阿福 你就别装了行不行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个噩梦 被吓醒了 我呢 就到卧室啊 看到你一眼 看到你背后有伤 阿福 这怎么回事啊 二狗 你说你 你怎么可以偷看我呢 你说咱们都夫妻这么多年了 有什么事 你不能告诉我吗 二狗 既然 你已经知道了 我也不瞒你了 这要说起来 还要从我出去打工的时候说起来 我出去的时候 进了第一个厂 进了黑厂 好不容易 从厂里面出来 工资也没要到 后面 又去别人家 做保姆 做了一段时间 主人家 又把我辞退了 后来 我实在没办法 我只能去工地搬砖 这个伤啊 就是在工地上 留下的 二狗 其实 我出去这半年 真的是 吃了好多苦 受了好多累 我只是 不想跟你说 不想让你知道 你怎么那么傻呀 咱们那么累 不想干就回来呀 看看你 你一个女孩子 受那么多苦 值得吗 你说 咱们家 就我们两个人 我不出去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哪来的钱啊 连零花钱都没有 不出去 在家里面 也不是个办法 阿佛 你吃这么多苦 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原来 你每个月 给我寄那么多钱 原来这么得来的呀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有用吗 你说 你一个瘸子 你又不能出去 挣钱 如果我再不出去的话 我们 用什么呀 二狗 你呀 就什么都别说了 你别这样 阿佛 我跟你说吧 以后啊 你再也不用出去打工了 我呢 在网上开了个网店 收入还是算可以的 阿佛 以后啊 咱们两个 就把这个网店经营起来 咱们日子 肯定会越做越好的 行 二狗 以后啊 我就在家里面 帮你啊 好好支撑这个网店 如果 生意好的话 以后 你看 我也不出去打工了 在家里面 好好地伺候你 只要有你在背后支持我啊 这个网店啊 咱们一定会开下去的 你晚上没睡 这都 这个时间了 我啊 赶紧去做点早饭 等一下啊 吃了早饭 我们啊 到妈家去一趟 我啊 也好久没见她了 你在这里休息吧 我去做早餐 行 你去吧